自有人類文明存在,就有罪案的發生 極度深寒奇岸,帶你進入犯罪者的黑暗世界 看看究竟1966年發生什麼事件 1966年7月24日,夏天差不多到中段 其實都挺熱的,以前不是家家戶戶有冷氣 你見到幸福樓裡面的騎樓都挺大 我想這些房子全部都有1000呎左右 其實它是一個U型的佈局,每一間房子都挺大 很寬敞,整千多呎,樓底又高 它本身只有三層,不是很多,頂籠三層,樓底又高,所以很通風 所以在上世紀50年代,這個地方其實都挺空曠的 住下去很舒服 就像以前亞家樓街的舊樓 或者九龍城那些舊樓,其實都很寬敞,很寬敞 比起現在新建的樓,就真的大很多 7月24日1966年,澳門那時候還是一個埠製 過去還要坐大船,沒有什麼飛翔船,還沒有這些 在雅廉坊幸福樓一號,一號E座 那一號E的門牌,A座地下,我弄錯了 一號E的門牌,A座地下,這個牌匾走進去 轉右邊,那裡就是了 它發生了一宗謀殺案,究竟什麼謀殺案呢? 當晚有一個男人,巨民就好像回家的時候睡覺 在家裡就被人用一些很利的三角鎚刀 瘋狂地插在身上,就插死了 死的時候就滿身鮮血 當時被人入屋爆竊也有,什麼都可能 但是這件案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在這門口裡有一個女人 那個女人的名字就叫做張萍,有名叫做張美霞 又或者叫做張敏兒,以前的人經常都改名 我們就姑且叫做張萍,但我找到很多報紙的資料 以前有時候叫做張蟬,不過不要緊 我們叫做張萍,張萍雖然她是一個死了的 被人插死了的太太,現在就說叫太太 通常都二十到尾,或者三十頭,但不是 她二十三歲已經做了太太,因為是一九六六年 是早婚的,全身赤裸的張萍,嚇到衣娃鬼叫 跑去對面馬路,叫那些其他住客,叫救命 一直流血,一直叫救命,然後又說什麼呢? 她就說救命啊,我兒子被人插死了 於是附近的人聽到,凌晨六點的時候 有個女人在叫救命,說有人追殺她 又說兒子被人插死,當然是打電話去報警 你說現在在大廈叫救命的,可能未必聽到 因為樓層很高,但以前不是 你想想,在那個年代六零年的澳門,很清淨 車都不是那麼多步 你這個女人尖叫,當然有人馬上去報警 還要不穿衣服這樣衝出來 當時在附近對面馬路,在那個四號 這裡就住在一號,幸福樓就是一號 走多幾步路就是四號 四號二樓有一個警察,當時是一個二級警察 他的名字叫歐曼盧 你聽過歐曼盧這個人嗎? 歐曼盧是以前那些施警,像蒲籍那些人的名字 歐曼盧現在已經死了 歐曼盧已經死了 以前在澳門沒有人認識他 因為他也叫做一哥 歐曼盧很高級的警察處長 歐曼盧當時六幾年還是年輕 在做老散的時候 但是他也是一個蒲國血統的人 以前你知道嗎? 以前做施警那些 阿John的哥哥 他們是澳門的血統 很多都是做天文台、警察 都是做得挺高級的 你是蒲國人就做高級的 總之 歐曼盧當時睡覺六點多 什麼事?馬上拔了一支槍 就飆躺下街看看究竟哪個女人叫救命 那我一進去的時候 就看到樓下真的有個女人 沒有穿衣服就沒有穿褲 就在鐵閘裡面鎖住了自己 以前的騎樓底不是不關門的嗎? 但是你有一對門讓你關門的 那這個女人就爬到騎樓底 就關了鐵閘很害怕地叫救命 然後歐曼盧下來的時候 警司下來的時候 就看到有個男人 就穿著夏威夷衣衫 以前很流行的 夏威夷衣衫 六幾年了 於是就叫兇神惡殺的那樣子 那他就沒有穿衣服的女人 左手變張平 右手變這個兇手 就叫做羅剛 左手變張平 就指引著他 就說他殺了人 殺了人 歐曼盧一聽到他殺了人 就馬上跑去追羅剛 這個兇手 這個兇手當時拿著什麼呢 他左手就拿著三角鎖 右手就拿著彈弓刀 本身他大無私 就想著走下去 就救死馬路 誰不知見到 駝槍的混血耳 追過來 於是立即叫他 就走 他就叫警察叫他停 沒有人走 又講葡文又講中文 葡文我剛才 不 葡文好像叫做 叫什麼 剛才有個美女 剛才有個美女 認識葡文教我 沒人真的忘記了 不知叫Dexter 還是什麼 總之忘記了 總之忘記了 不知米歐 不是講葡文 辜負了一個美女的一番心意 叫他當面教 沒人電話教 又不聽我說 於是就 總之什麼都好 就叫他追 他就走 走著走著 追到差不多 去附近的一個街口 去到那個街口 就叫做 盧九街 盧九街 這個羅剛 就扔下了武器 又想還拖 又想扔下槍 一張紙扔著 澳門警察 不是說玩的 真的很兇 真的很兇 一張紙扔著他 這個右手邊 途中 這個男人 見他思思文文 消其其放毒蛇 他立即扔下了東西 就不敢動 就投降 投降 這個歐曼奴 來想到的時候 就只想著他 跟著 那些人報警 其他司警 就來到 就把他拉住 壓住了他 剛才就 幫這個張萍 就 給他一件衣服 先生氣了 他滿身煎血 即是他立即說 我老公在上面 幸福樓 你快點上去看 於是 他們立即叫救護人員 和警察立即跑上去幸福樓 地下走上去 一層一樓 看看屋裡面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有個男人拿著三角 和刀去追殺這個沒有穿衣服的女人 這個女人其實 自己也有傷痕 即是身、臉、手 都有一些被人插傷的痕跡 不過 看他還沒死 也不是很嚴重 不是說生命受到威脅那一隻 當然被人插完 當然是這樣的 上去看看幸福樓 究竟見到什麼人 原來一上去所有施警 就發現有個男人 全身鮮血 原來這個人是一個很著名的狗平家 他的名字叫敏仁 也有另一個名字叫李宇 後來經山頂醫院再解剖 就證實他頭、胸、手、背部 已經被所有理器所傷 就是剛才說他的三角錯 和他的刀 差不多插了四十幾下 有幾度插到內臟都傷了 所以已經證實死亡了 張萍其實他受了傷 剛才你說他的臉或新女兒有傷 其實大腿和兩隻手臂都受了傷 立即送到醫院 原來張萍和敏仁有個兒子 有個兒子也在兇案的現場找回 幸好小朋友沒有受傷 因為當時張萍下來的時候 就說有人要插死我兒子 追殺他們 於是上去找回他的兒子 兒子就沒有受傷 但是這個途中 這個狗平家的名字叫敏仁 又叫李敏仁 他已經被人插了四十幾刀 已經死了